欺騙70萬不用蹲 默齊光說不安樂 上任12天馬上落馬 姦同老友對租單位欺騙了租金70萬 但獲法庭放三 他們就即時向親友直樹母節 還似乎早有準備慎苦 覺得今天判決是否公平 是否還你一個公道 我對曾經文先生 今次牽連在這件事上 我是非常感到不安樂 特別是對曾先生的家人 他太太 我是感到不安樂的 放心 李洛有很多支持 還破天荒開禁口 想多謝誰 有沒有事想跟家人說 親戚有同事的支持 為甚麼 現在再說回來 他們昨天加上程相近40方求程相 真是聲光泣泣 但法官就驚訝 為甚麼還有這麼多朋友 堅信他們是無辜的呢 還批評部分求證信公式吧 而推薦麥齊光落CY條船的奶媽 就沒有了影了 我認為如果我沒有選擇這張帖 這整個帖子會不會出現 但是最打動法官的 竟然是他四個表弟妹的求證信 小時候我們沒多餘錢買玩具 齊光大哥用廢物設計免費的至少玩意 大哥在天台為我們玩考三輪車牌 他先發給我們的首輩車牌 我們萬保留資金 他的律師求情說 其實本案事隔多年 遭進制度本身有缺陷 麥齊光是被政治針對 曾經文是被拖落水的 法官最終考慮到他兩個人品格良好 對社會有顯著的貢獻 以及禮定罪之後已經償還編款 認為判換刑是適合的 鄒駐村謀抓騙罪 判監8個月換刑兩年 而另一項就判監6個月換刑兩年 同期執行 預約堂破壁靈芝包子 初步臨床證實 或有助穩定血脂、血糖、膽固上 無尊床證實